400多名越军企图踏平一个小山包 但是没想到上面竟然冒出来15名勇士 就是这15国人不仅把几百名越军硬生生的挡在了前面 还打死了104个敌者 以至于这个本来没有名字的小山包 战后被越南人命名为碎肉山和石灰炉 那么这15名勇士究竟是怎样对付 如蝗虫般的越军和劈头盖脸的炮火 而创造阵地防御奇迹的呢 1984年4月 我军连续打下了老山 苏毛岭 巴里河东山等阵地后 使越南清水地区的门户洞开 不关心失败的越军组织了多次反攻都遭到惨败 于是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策划下 制定了一个北光计划 光是一线部队就投入了18000多人的兵力 准备了10万发炮弹 计划用3天时间拿下我老山地区 想下雪本和我就来一个一战定数赢 如果把老山和巴里河东山比作两山大门的话 那么苏毛岭就是门槛 是老山左翼的屏障 苏毛岭的东边是盘龙江 江边有条公路 当年我国援助越南的物资 便由这条公路由天堡口岸源源不断的处境 难免是清水河 过了河是越南的小青山 142高地是松毛岭 谁向越南境内最前沿的阵地 它恶守着越军通往老山地区的咽喉要道 清水口走 但是这个高地却三面临敌 特别是对面越军小青山411高地的直渺火力压制 更是昼夜不停 1984年6月17日 119团八连三排代理派长李海新 带领八连九班的九名战士 和机枪三连五班的五名战士 一共15个人进驻到了142高地 这个原本寄居无名的高地 从此和15名勇士融为了一体 这个高地在他们进驻之前 已经遭到了敌人上千发炮弹的轰击 树被打突了 草被烧焦了 随便抓一把土都能抓出几块干片 白天 李海新和战士们蹲在40多度高温的摩尔洞里 躲避敌人的炮击 晚上则出来挖攻势 硬是在这个土石山上挖出了一条长20米的 枝子形坑道 和一条通往连值所在地 146高地的交捧毫 1984年7月1日开始 越军所有的无线电台都没有了信号 炮兵也不再向我发射炮弹 一时间整个老山战场出奇的平静 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他预示着一场惊涛骇浪 不知道在哪天就会爆发 所有的战士都在紧张的备战 7月12日该来的终于来了 凌晨4点多 越军174团一个家乡营 198特攻团一部共400多人 趁着夜色摸进到了142高地前沿 他们想首相攻占142高地 然后向146、145高地方向发展去 借了全面占领苏毛铃 但是让越军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在这里碰上了一部钢铁还央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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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一阵异响 但是黑夜裹着浓雾什么也看不见 他判断敌人是在跑地雷 于是把机箱对准了声音发出的方向 然后拉了三下绳子发出的信号 排长李海信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 然后沿着交通号告诉每一位战士 放进了载弹 当敌人摸击到十米时 重机箱手下锦中先敌开火 然后一排守着弹飞机的敌群 偷袭的敌人被炸得人仰马分到处乱窜 又踩上了不少地雷死伤一片 火光中李海信发现大量的敌人 集结在了一片小树林里 于是立即向上级指出了位置呼叫炮火支援 炮弹准确地露进了小树林里 敌人的尸体随着枝叶一起乱飞 见偷袭不成 越军改为强攻 一个加强连兵分三路扑向了142高地 同时炮弹和高射机箱呼啸着 往这块巴掌大小的高地搭载 15名战士立即躲进了猫尔洞里 等着炮火结束 炮火刚停 敌人已经是尽在支持了 战士们奋起反击 每人负责防守20米 用冲锋箱和手楼弹顽强地抵抗着 但是敌人实在是太多了 像黄虫一样密密麻麻地扑了上来 面对我军的猛烈扫射 他们尽管一刹又一刹地倒下 但是却没有退缩 依然如潮水般涌向了142高地 似乎根本就杀不完 冲到前面的敌人 疯狂地把炸药包投向了阵地 借着爆炸的硝烟 20多名敌人从东北侧 突入了前后 失入民战士 即将与20多名敌人短兵相接 他们的命运如何 千军一发之际 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将敌人赶下山区的脑 请看下期 敌军围困千万重 我自窥然不动